好了,我们继续回来圣经经证读 我们讲到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我们讲到耶稣受洗的 百姓都受洗了,而耶稣亦都受洗 正在祈祷的时候,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祂身上,形状就像甲字那样 接着有声音从天上面来,就说 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 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都有讲到 就是讲到马太福音三章十六节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面上来 天忽然为祂开了,祂就看到神的灵仿佛 好像甲字那样,就降下落在祂身上 马可福音一章十节 祂从水里面上来,就看到天裂开了 圣灵粉坊,像甲子那样,降到祂身上 然後呢 之後也有講到這個討告 包括在路過福音五章十六節講到 伊治大麻蜂之後 明星傳開了 耶穌是退到曠野去祈禱的 而另外馬庫福音一章四十五節這裡講到 那人出去賭雪好多的話 將這些事傳揚開去 叫耶穌以後不得再明明地去執成 只好在外面礦異的地方 人從各處就了距離 另外也有講到討告 包括在簡選十二使徒之前 那時候耶穌出去上山祈禱 而整夜都是祷告神的 馬庫福音三章十三節講 耶穌上了山 隨自己意思叫人來 他們就來到他的那裡 也有往該薩尼亞 肥納比的路上 耶穌自己也討告的時候 門徒也跟他同在 耶穌問他們就說 眾人說我是誰呢 在馬庫福音和馬庫福音都有這樣的記載 我們繼續下去 也有燈山變象 燈山變象就是說 講了這些話之後 有八天 耶穌帶著彼得 約翰 雅各 上山去祈禱 正在祈禱的時候 他的面貌就改變 衣服也是潔白放光的 所以我們也看到耶穌有記錄 他正討告的時候 有一些重大事情就有事出現了 繼續下去 就是勞九福音四章開始 這裡就講到 耶穌就是被聖靈充滿 從日誕河回來 而聖靈就將他引領到去曠野 四十天就是受魔鬼的試探 那些日子就沒什麼吃了 日子滿了 他就很餓了 魔鬼就跟他說 你如果是神的兒子 就可以吩咐這些石頭變成食物 其實這裡就是指意 激動耶穌 不依從神的引導 是靠自己的力量來解決 生活上的難題 耶穌就回答罷了 經上記著說 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那是靠神口裏面所出的一切話 然後 魔鬼又帶他到高山上 稍時之間就將天下的萬國都指給他看 跟他說 這一切權幣 榮華 我都要賜給你 因為這個原本就是交付給我的 我願意給誰就給誰 而你 若果在我面前下拜 這些東西都要歸給你 其實這裡就是引有耶穌避開十架的道路 就是一個酒節敬作王掌權 耶穌就說 聖經上是這樣說的 當拜主你的神 單要侍奉他 然後魔鬼就帶他去到耶路撒冷 去別那裏 要他站在聖殿的頂上 可以說是聖殿的翅膀上 我們之前影片都有講過 跟他說 你若果是神的兒子 可以從這裏跳下去 因為聖經上記著說 主要為你 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你 他們要用手托著你 免得你的腳碰在石頭上 在這裏面 我們看到這張圖 就看到有耶穌時代的聖殿 在最裏面的就是聖殿 而在外面就有皇室的儲郎 皇室儲郎的兩側 亦都是有 電的刺 電的刺的外面 其實是一個吹角的地方 這張彩色就更加清晰了 然後魔鬼就帶他到墊頂上 試探他 耶穌就跟他說 聖經上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總共有三次試探 包括叫他變石為柄 被他看到萬國的榮華 從墊頂上跳下來 我們逐段來看個解釋 首先就是 變石為柄 地點在曠野 其實象徵是一個困境 生活當中的困境 其實我的意義就是 要耶穌不依照神的旨意 就是按照人的意思 來解決生活的難題 而失敗的例子 包括了有彼得 有三次的不應主 而另外在舊約的掃羅 就是強行獻祭 而得勝的例子 就是在啟示錄裏的 事美拿教會 第二個試探 就是 魔鬼 帶耶穌上高山 給他看到萬國的榮華 這裏就講到人遇到信仰 這裏的意義就是 要引導人 或者耶穌 就是違背神的原則 來拿到 世上的成功 而失敗的例子就很多了 包括有 在創世紀 伊甸魚的夏娃 他就吃了禁果 在舊約 蘇羅 就是追殺大衛 約押 殺了兩個元帥 也有 猶大 底馬 啟示錄 也有 別加摩教會 的聯恩 德勝的例子 是有的 就是當 蘇羅追殺大衛的時候 但是反而大衛就是沒有殺到蘇羅的 這個就是個特性的例子 好 第3個的試探 就是從墊頂上面跳下來 這個就是一個 熟靈的一個象徵 這個意義就是 引誘人 或者引誘耶穌去曲解神的話 而追求 宗教界的明星 而失敗的例子包括有 亞拿尼亞 撒菲拉 行邪術的西門 尼哥拉黨 而得勝的例子 就是 施洗約翰 好了 然後我們看 第二個意義 變石為餅的第2重的意義 其實神 是沒有指示 然後就擅自做神職 目的就是藉著這個能力證明自己的 反擊就是 人活著 不是單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裏面所出的一切話 而在高山的時候 在順景的時候 這個意義就是 魔鬼引誘人 避開十架的道路 求取 最後的成功 目的就是 被高舉 作王 來掌權 那個反擊 耶穌的反擊就是 當拜主你的神 單要侍奉他 第3個試探 從聖殿的頂上跳下來 這裏的意義就是 其實神是沒有指示 就強迫神做事 這個目的就是 藉著信心來證明自己 這個其實也是一個 很嚴重的試探 這個反擊就是 不可以試探你的神 好了到最後 其實這裏這三段 其實都是來自 生命記 生命記 就象徵著 Rai Ma Rai Ma 就是 講 這裏的意乎所書都講到 戴上救恩的頭盔 拿著聖靈的寶劍 就是 神的道 所以這個神的道 神的說話 就是Rai Ma 所以這個Rai Ma 也是聖靈的寶劍 我們要常常促讀它 要把它握在手上 好了 我們今次就先講到這裏 之後我們仍然會繼續講下去 祝福大家